大家好,又是我南斗來跟大家說話 話說今天特地來地球看了一場中球比賽 真是緊張刺激 大家好,南斗哥你在看什麼? 咦?為什麼地球人追著一顆球走來走去? 他們在這裡踢球 踢球?為什麼要踢球?一顆球和棋地有仇? 人和球之間又怎會有仇? 這個呢,是地球人之中一個下至三歲小孩 尚至蒲堤老組幾乎外星人都喜歡看的高級運動 這麼厲害? 球員要經過嚴格訓練,提高技術來互舊高低 培養體育精神,俗中的加工 刺激經濟,減少戰爭以達至世界和平的重高行為 呃,即是什麼? 即是踢球咯 哎,免得跟你說,話說當天球場的戰爭真是非常激烈 球員那個高大慰盟,技術高超 南斗哥,你怎麼知道人家技術高不高超? 你都不會踢球?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踢球? 你根本都踢不到 為什麼? 你們腳這麼短? 經過分析,是不可能踢到一顆球的 反而被人當球踢中比較合邏輯 我的兒子你 有道理 那天球員為了勝利,真是出盡法堡 拼了老命,完美地發揮體育精神 咦?混蛋 而場邊的觀眾,就好齊身拼命地大喊 來支持自己心中的球隊 為什麼?他們的樣子那麼兇狠? 那些不是兇狠,是熱情 人家不單是熱情,還有誠意地化妝、弄妝 令人堅配 咦?左邊那個弄得這麼像你移叔的,南斗哥 他們為了輸球之後可以發難殺 又不讓人認得出 就把樣子弄得連媽媽都不認得 南斗哥,你這麼說就不對 你又不是人家媽媽 你怎麼知道人家認不認得 就算你是人家媽媽,人家都不敢認你做老母 你的樣子那麼奇怪,腳又那麼短 嘩,死了老婆仔這樣超硬的 我找到廢話支持小姐 我找到哪些人 那些人是否許呢 他現在要找到倒下